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德德CMS的反撞教程 那这一节课的话我们就来把我们刚才下载的德德CMS给安装到我们的这一个本地服务器来 那么这一个WMP的使用方式的话还是跟大家说的 在这边去看就可以了 我就不重复录制课程了 好那我们把刚才下载的这个德德CMS是放到我们桌面德德CMS里面的资料里面对吧 好我们把它解压开解压开之后的这边会有两个文件夹 一个是DOCS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什么社群协议之类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AppLoss 那我们把这个AppLoss的话全部Copy吧 全部Copy呢放到我们的这一个根目录来 放到我们的这个根目录来 我们复制进来 好复制进来之后的话 安装方式其实就很简单了 我们在本地本地是localhost对不对 然后直接回车 他这边就会出现我们德德CMS的安装协议 好大家他这边会有些声明自己去看好 他是需要我们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啊 自己去看啊 我就直接点同意继续啊 那这边的话也会进行一个可读可写的一个权限 叫做检查哈 然后全部没问题的话我们点击继续 如果有问题的话 大家记得去改一下我们文件夹的前线好 一般我们在WAMP下面是不会出现全线问题啊 除非你是在Linux下面 Linux下面的话 你可能就需要用我们的SageModel啊 自己去服务器那边管理一下就可以了 好这边的话会开启一些啊 行数或者变量 那大家知道如果说这边没有开启的话 可以在我们左键 然后选择PHPPHP 有一个这一个Setting 好这边的话就可以 呃开启我们的这一个 呃安全模式好 本主机不支持在FIN 呃非WIN主机安全模式下应应行 好 如果说大家要开启的话 这个Settings这边有一个Safe 这个Model好 还有这一个什么RO 这个打开这个远程的在这边 好也是在这边PHP里面开启就可以了 好开启完之后重启我们PHP服务非常简单 好我们点击机器就可以了 好这边会有一个默认已安装的一些模块 还有一些可选模块 好可选模块 我们就不需要了 好不需要了 那我们装一个留言部模块吧 好不能选中的是未下载的 好是未下载的 未下载的话 我们可以在程序安装完之后 在后台来 呃 来这一个安装好 那我们留言部模块 等一下安装完之后去 呃安装一下我们这个留言部模块 我呃跟大家说一下 这些 模块要怎么的安装好 那这边数机库主机 我就不说了哈 这个本机的话是root 本机没有密码 就是这样子 那数机库名称的话 就是这个啊 好 那 哎 刚才我点到什么了 不好意思啊 刚才我不知道点了什么 不管他了啊 那密码的话 密888 这是我经常测试用的啊 然后这边叫做我的网站 我的网站叫麦子学院 麦子学院的CMS 教学 好 那我就是这样子 那管理员的一个邮箱的话 我就呃 不写了 不写了 然后网址的话 我们现在是在本机 属于叫localhost 安装目录的话 我们也是安装在根目录 也是不需要填写的哈 初始化数据包 我们可以啊 初始化一下 我们在远程获取啊 好 获取完之后的话 我们安装初始化数据 进行一个体验好 然后点击我们的继续 OK 那就这么简单 就把我们的这一个 DOTUS MS安装完了 好 这边可以访问直梦的一个 官方网站 直梦的一个论坛 还有一个帮助中心 这些都是没有的哈 那如果没 这个可能安装程序会有一点问题啊 我们正常来讲这边可能还会有几个按钮 我们来检查一下啊 好 这边看到没有 这边是会有东西的啊 只是它这边是怎么打不开呢 那我们用新窗口打开看一下 如果说打不开的话肯定是有出现一些程序上的一些错误啊 出现 sorry 好 会出现一些程序上的错误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排查一下这个东西啊 排查一下这个东西 看它报什么错误 我们 这边会有个install model 就是加载一个安装模块的 我们打开一下这个东西啊 打开一下在我们inclus的model 啊不对 是这个啊 稍微等一会儿啊 对了 打开的应该是这个文件啊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来 eco一个当前时间啊 看一下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好 当前时间是存在的啊 刷新 好 那到运行到这边就已经不存在了 不存在了啊 那这个是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要打开我们这一个php的调试工具啊 好php的调试工具 我们把这个dbog 我们把这个要打开 好 好 display 这边会记录我们的错误 但是没有报错 像这种情况的话 一般是我们这一个wmp的一个原因 其实没有多大关系的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会不会报错 刷新 好 程序已经呢 安装 如果你要确定重新安装的话 要删除我们install install lock 好 那我们不需要这个东西 我们再回来这边 呃 刚才不知道点到哪里 反正这边是有用的哈 反正这边是有用的 好 那我们先不管吧 有用 我们就先用着啊 这个刷新 刷新 好 好 有用 我们就先用着 反正大家安装完之后 如果说出现刚才的问题 直接localhost自己手写输入一下 然后再过来安装 过来访问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发现我们已经安装成功了 我们得到CMS 但是 会跟我们的这一个 得到CMS官网的视力 会有一点点出路 会不一样 好 没关系 因为我们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 那后台的地址是我们的 对 后台地址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德德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后台地址 那密码的话 就是admin admin888 H5 HG 好 我们更新一下密码 好 那我们现在就进到我们后台来 这边会有一个安全提示 默认的这一个管理目录为德德 我们第一步要立即把它更名掉 好 我们来做 跟着来做 第一步这边叫德德 我们就叫做麦子德德 好 对吧 这个名称是可以任意修改的 好 那我们先注销一下 然后麦子德德 我们点击一下 好 进来了 现在时候我们是用麦子德德的 这一个东西 F1 V1 还是VC 这个东西 U D F W 好 OK 好 那我们第一步的话 就把我们后台给去掉 好 这边就少了个提示 那建议 把德德下面的属性设置为644 或只读nt 那这个是在我们Linux下面去设置 好 我们windows下面的话就无所谓了 windows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叫我们Data下面的这一个common.inc 好 这个是我们的配置文件 配置那个数据库文件之类的 数据库这一个东西的 好 叫我们设置成644 只读就可以了 好 那644是什么概念呢 77777 644 然后124 好 大家发现我们124加起来就等于7 所以说我们权限最高就是7 那1呢 普及一下 1就是读 2呢就是写 4呢就是执行 可读可写可执行对吧 124 就是这么来 那这个644的概念就是可以写也可以执行 好 可以写也可以执行 那就是我们的 比如说你的 这个第一个是所属的用户组 这个是一个 所属者用户组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第三者 那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权限的话大家设置成644就是 那第一个我们所有者的话可写可执行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4 4的话就是只能执行 不能读也不能写 只能执行 执行的意思其实就是可以运行我们这一个文件嘛 大概就是这一次我也不非常确定当时基本上就这样 那就是这么一个回事 那第一个的话是默认的管理名称为admi建议我们修改 那我们这个就不修改了 他这个admi是其实是修改不了的 修改不了了 请就是不允许在为了错误操作的系统不允许在这一个管理界面 删除超级会员如果确实要删除请在的的admi中删除 他说的这一个文章收入到这个表的话 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把刚才的这个数据库表也打开来看一下 什么情况 好我们双击 我们是安装成我们的的的CMS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个默认安装的东西 它是叫我们在这边商 我们不要在这边商了 那改的话也在这边改admi username是这一个东西 大家可以改成自己喜欢的就好了 好然后没了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得的CMS的安装 得的CMS的一个安装 就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这边的话会有一个系统更新 如果说你的得的CMS有更新 没有进行过二次开发的话 可以直接在线更新 直接点击这一个东西 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的话是 如果您已经购买 得的CMS的商业授权 就是会有一些东西 其实商业授权不商业授权 也没什么差别嘛 没什么差别 好那大家安装完之后的话 也是这样子随便点一点去看一下 加一篇文章事实 我们比如说加一篇文章 现在是测试文章 确定我们现在的话确保我们这一个是安装成功 可以上传可以修改之类的这些操作的 好这边有一个弹窗有两节 我们始终允许 好然后再重新上传一下 好那我们得的CMS这个按钮是只引起点击一次 如果说有出现这个错误的话 直接回来再点击一边就可以了 好然后这边会有一些材图插件 我们裁券一下 好选择一个栏目是htm row 然后关键字我们就不写了 那这些的话就是一个 它的一个编辑器 好这边会什么投票啊 参数之类的 这些我们就不写了 我们直接点击保存 保存完之后 我们这一个 网站前台 好现在这边测试文章是直接出现 直接出现了 如果说我们直接访问这一个的话 也出现了 好那说明我们现在访问的 其实是这一个php文件 访问的是我们php文件 因为我们没有生成我们的这个主页 如果说我们现在更新一下主页呢 这边会叫做什么 采用动态模式 好那这个的话 后面我们就必须去设置一下这个东西的 转点设置 编辑器我们来看一下 好是否启用就是伪劲台啊 好那这个不浪费大家时间啊 好我后期找一下在哪里好反正就是在系统设置或者是在哪里设置的 无非就是这么一些地方 无非就是这么一些地方啊 好那我们这一个安装的话就安装完了 大家也是这样子啊 大家也是这样子去安装我们的 这一个 DOTCMS就可以了啊 那我们这节课也讲到这边啊 大家安装好完之后 下节课我们就进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运行原理好我们就把我们的DOTCMS如何添加文章啊如何进气比如说就刚才那一个如何开启我们的这一个呃为静态或者是我们生存静态的这一些东西啊那这个是下节课来讲那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听见